微博这样平台的出现 是给了很多普通人一个上升的通道 微博在我走红的这一条路上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像爆炸一样 它就可以迅速将你的影响力 扩大十倍,二十倍,一百倍 我拍短视频基本上就是 我自己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人物自己产生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把这些传达给看我视频的观众 我第一条被网友广泛传播的视频是 2015年有一条视频叫做上海话家英语 那时候转发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千 然后评论也是好几千 所以当时就一下子就很懵 同时你会突然之间非常惊讶于微博 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竟然那么的像爆炸一样的 一个名叫PapiJung的网红 今天网红PapiJung PapiJung获得了千万投资 简直是可以发家智库 PapiJung的爆红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 当然首先就是我自己确实是比较会做的内容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深度的网民 很早开始就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 比起很多同龄人的话 我或许会比他们有更多的网感 但是如果你除去了微博这种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话 你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微博在我当时走红的这一条路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当时因为自己本身也就一直在用微博 所以就非常自然地就觉得我的拍的视频就直接通过微博的平台就给它播放出去了 微博这样平台的出现是给了很多普通人一个上升的通道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的互联网环境是只要你自己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走红之后慢慢地自己会感觉到影响力的变化 你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在网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那么一方面你会觉得很惊讶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责任在 因为我的每一条视频都很有可能被千千万万的观众看到 那么我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视频 为我的观众带去一些正向的一些能量 不管是当时没有红还是说后来一下子红了 以及到现在平静了一个阶段 我一直都是把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我的内容创作上 因为它真正的是一件可以让我感到开心的事情 所以只要内容创作还能继续让我感到开心 我应该就会一直地做下去 网红也好 轻流也好 搞笑也好 严肃也好 这些都是别人看到的趴屁酱 他认为趴屁酱是什么样的我都会是开心的 但是在我自己看来 我认为趴屁酱就是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 大浪竹心与时代同行 致敬影响力 我是趴屁酱 竹心浪20岁 生日快乐 浮如东海 寿笔南山 早生贵子 喜结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